就是我们之前觉得应该是差不多被淘汰了 然后我觉得之后大众又帮我们选到第一名 我觉得应该感谢大众能够喜欢我们的作品 也要感谢两位测场人陆奶奶和志玲哥给了我们点餐职 其实就是说来到这里 我一直也想打破一个观点 一个刻板印象 其中一个就是说在画种之间我们不要去比一个高低 画种之间是没有高低之分的 大家对于列宾美院然后对于传统都有个刻板的印象 然后包括对于预言的一个新潮的艺术插画也有个刻板的印象 我希望就大家能够正确的去包容和认识 然后打破所有的观点 别人怎么认为我都会坚持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东西 我觉得这就是我要做艺术的初衷吧 边界的声音是不会消失的 但是我们也会一直坚持画下去